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种既动收入的方法最普通的就是买楼收租 买楼收租很多人就会觉得在这个状况下 香港楼都说跌了 或者全球楼市都已经升到那么多了 怎样买啊 所以就不是一本通书可以看到的 可以大家看回这幅图 以澳洲为例子 其实由06年到现在为止 帕斯和Sydley两个城市 帕斯升的时候Sydley是跌的 而Sydley升的时候帕斯是跌的 因为我们在香港 会感觉上就是整个市场是同一个市场 要么你不会九龙跌而香港楼升 是一起升 然后一起移动或者一起跌 所以我们如果你说买楼收租的话 我觉得应该眼光就要放远一点 就是说不要只望着香港九龙新界 望远一点 正如澳洲一个算不太大的国家 在不同的时段里面 都会有一边升一边跌 因为楼市永远有一个cycle在里面 上升轨成熟期到衰退期 正如是一个经济循环一样 所以我们买楼收租的话 最重要要留意 就是说究竟你所买的城市 是一个什么循环的阶段 要看城市 没错 即是等于你现在香港 我觉得有少少顶顶底 老实说 现在有少少有向下层底 正在找到的迹象 但是香港始终他积累之前 楼市升了十几年 财富效应很强 持货能力很强 你说个别有些新界的屋苑 因为那些通常都是上车盘 他可能想着移民 急放 或者疫情关系 或者过往那两年的社会的问题 我想离开香港了 我要急速走 所以有些个别的劈价盘 你见到报纸 见到有些跌的盘放出来 但是相对来说 你说在香港岛也好 九龙区也好 那些比较持货能力强的人 不是那么多 不是那么多这些劈价盘 但是我不是 当然我不会说香港楼会继续得升 但是你说要大跌又很困难 因为现在香港楼都贵 你变成了你买回报的投资 可能你也是说几几两厘 如果你找到一间屋 可以去到三厘的租金回报 很难 很难 那既然是这样的话 那说别的 房子就这样 那债券呢 债券呢 债券呢 是否稳定一些 理论上是 不如我们说全世界 零风险的债券 全世界零风险的债券 就是美国国债 美国国债呢 现在它是欠人21万亿的 那理论上它是不会还的了 也都没有国家是想着美国国债 它是有得还的 是一个很大的赖账系统 那再加上这两年它无限量宽的状况下 就是印度的钱 周界也是 然后它拿钱来买自己的国债 然后买公司债 买ETF 就令到资产价格大 急速上升 但是我们也都知道 未来今年是会有七次的加息 原稚局已经说到明了 是的 再加上就是它收水 那这个美国国债它有没有 钱去还给你呢 就depends on 美国它本身的国势如何 如果它衰落的话 它collapse 情况下就很高 所以现在的局势就是说 如果连美国国债 现在说的美金都不太多人信任 就是说的 Ray De Alli 都说过 就是乔水 全世界最大的对冲基金的老板都说过 不要相信政府 就是他说的是美国政府 因为他七一年的时候 美国政府不断叫人买美金 然后原来他脱离了金本位 美金大跌 所以连美国政府在这个状况下 疫情的状况下都信不过的时候 如果我们去买公司债 买企业债 会不会是很稳定呢 我又不觉得是 因为我有些朋友 他本身都是靠收债息去过日子 他一个月都可能收几十万债息 一个月了 连续收了几年很舒服的 2020年的时候 美国在二十多天里面七次熔断 在美国 他的身家没有了一半 你知道每个月收到几十万 他身家都过一亿 没有了一半 那个心理压力就非常之大 就是你这些收债来到日子的朋友 可能真的要分散风险 就是说可能你很容易地 如果你放在同一个楼上 你舒服了五六年 但是可能一次过 你要付出很大的代价 而且这是自己考虑的风险 你债息高的话 就是相对 譬如你留意他的债价评级 又或者是一些属于哪个 sector 有得这么高息的话 他的风险一定会有这么多 没错 就是早两年的内房债 大家都觉得很稳定 是啊 现在就散了 是啊 那楼屋又说 就是怕有向下风险 回报又一般 债券的话 也是有违弱的风险 那不如又做一些风险又低一点 月供股票 月供股票你又觉得如何 都是被动收入 月供股票是可以的 但是坦白说 月供股票的技术含量相对比较低 不要紧 我找到钱就行了 对 你说被动收入 其实不是不效的 这些月供地铁也有人有 但是譬如说 如果我们刚刚坐着那样东西 是叫月供汇丰 如果是五六六年前开始 你都挺头痕 因为月供股票有一样东西的问题 就是说 它有机会 我们今天讲的 topic 是被动收入 那被动收入 不需要很多的 只不过是我们 不用怎样理它 它自己本身有回报就可以了 不是看股价的增长 是看它的牌息 没错 很多人就focus了 在牌息上 哇有三厘四厘 当然买了 但一年都可能跌三成四成 那你要那三厘四厘 其实它是它的十分之一 那会不会有得不尝失呢 这个方法可以的 但是要看市况 你要评论 你要判断一下 现在市况 你究竟是食于一个上升鬼 下降鬼 正是什么鬼 老实说 现在香港的状况 是比较吊鬼 OK 那月供股票又未必有太好选择 不如做生意 现在很流行一些加盟店 做加盟店不行呢 加盟店就不是不行的 因为你说好像现在很流行的 我们最多听到的就是便利店 是不是 或者是有些洗衣店 我们扔几十万出去 然后每个月可能有几万元收入 那加盟店好的话 就是说你真的在市场 你真的会在你那几十万里有些回报 但是当然加盟店 你也要留意一下一些陷阱 因为早几年那些自动贩买机 那些所谓的加盟店 那些就真的很多朋友中伏 但是你说反过来 当是一些正式的做法 其实呢 风险就转嫁了在加盟者身上 因为他要给一大块成本 没错 你要给一大块钱 然后所有免费 开销 继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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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一定要用他指定派财公司 那他一定会赚你 而且你做得好的时候 他看到这些数据 有机会在附近有空间 没错 所以他的控制权 简单来说就不在手上 风险在你那里 如果有什么移动不够的话 你拿了那块钱 你便慢慢撕一下 撕一下 租也是你交的 所有都是你购的 赚你又和他两份分 你有什么状况下 你要自己全部购掉 你说是否很好处呢 通常我觉得 参加加盟店的朋友 都是一些公务员 退休公务员 他本身可能打成小事 没做过生意的 但有没有钱 没错 他买份工来打 我每天都上班 不知道有什么好 我退休之后 我有个退休金 不如买一块 那有没有被动收入的方式 可以类似一个经营生意的模式 简单来说 你努力的话 可能有机会赚多些钱 但又不需要银一大笔钱出来 努力做多些钱 就不是被动收入的 对啊 做就不是被动收入 你被动收入的意思是 有些事情做了可以被动收入 譬如我做YouTuber 我拍了一条影片 我准备了第一次 然后那些钱 就有机会有人看就回来 YouTuber行不行 YouTuber我自己都有拍YouTube YouTuber我认为是找不到钱 那当然我访问过全港 当时最找到钱的其中一个YouTuber 有个笑子在头上 他跟我说 他每天拍片剪片想题的时间 是超过15个小时 长过上班 是辛苦过上班 而且你想想想 你在香港 我昨天看过少少资料搜集 就是 头十位赚到最多钱的YouTuber 其实除了第一位 赚二十多万一个月之外 后面那些 其实都是赚几万元 到十多万 这个水平 即是和高收入人士 用这个时间努力 去赚钱都差不多 没错 而且问题又是那样东西 如果你说要被动收入 你试一下一两个月 不要出片 你的收入就会被动消失 极速地下降 所以这个我不会觉得 是一个很稳定的被动收入 你说了五样东西 即是被动收入五样东西 都好像有好处 但又不是一定行 有什么你会觉得 找被动收入会好一点 有没有第六种东西 有的 我自己的选择 当然 回到你刚才的问题 当然每一样东西都是这样的 每一样东西都是你刚才所说的特性 有好有没有 因为会适合不同的人 因为有些人会觉得 其实我加盟商我都没问题 有人和我整理这些东西 我都没问题 那些风险就行了 我承受到 那没有问题 因为每个人会做不同的事 我自己所做的事 因为我对地产比较熟 疫情前我经常到处去 我对其他国家比较熟 那我自己呢 会找回一些比较高增值的国家来投资 例如我会 举个例子 我会找回一个二十年前的深圳 二十年前的深圳 我们看下去 其实是不会很开胃的 但是 二十年前的深圳的特性就是 在外围地方很多人 其实找不到钱 我要进深圳找钱 那进去深圳找钱 就会有很多努力在这里出现 所以就会有很多人在那里设厂 很多人在那里设厂 就会很需要居住环境 很需要居住环境 就会很需要物业 有物业 租金上升的时候 就会有机会物业升值 那这个是一个比较稳定 而是一个高增值 无论是租值回报也好 升值回报也好 这个是会比较稳定的被动伤害 我自己认为 我只是要找一个地方 就是见到它的经济发展潜力在这里 然后做一些物业房产的投资 就是第六个我们可以建议到的 一个被动伤的方法